大家好,我是蒙面鸟哥 这是咱们家的蛋蛋 有一阵子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他在菜地里面正在自己刨食物 他最喜欢在泥土里面翻来翻去的 这家伙是天生那种比较蒙,比较亲人的 他基本上每天都知道自己回来 难道你趴在这里不怕热吗 我感觉这上面都是烫的,非常烫熟 刚刚进了菜地,脚上面有泥 冲一下脚 放了一点洗脚水都被他发现了 马上跑过来蹭水 浇得我一脸的洗脚水,这也太尴尬了 我把水都关掉了,他还在这里蹭水 我们把这个碗给他拿过来 在这里面洗 给你放了一碗干净的水,你不洗 偏偏爱洗我的洗脚水 他喜欢自己找那种流水洗脚 水龙头关了,他顺着这个水流一直在往上找 查看水源,看一下怎么回事 检查一下水龙头 我们帮他打开,给他放一点 还好我们这里水费便宜 不然像你这样洗脚,我连水费都浇不起了 赶紧给他关掉 节约用水 不过给他放了一下,他身上洗得非常透彻 看下他羽毛已经完全湿透了 他用嘴巴再树立羽毛 然后抖一抖就干了 捞一下羊羊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我给他捞羊羊 非常配合,你手一去 他就把脖子伸着 非常享受 再捏一捏小脑袋 闹着闹着眼睛就闭上了 睡着了 好了,时间到 醒一醒 醒一醒 真睡着了 真睡着了 醒醒 醒的就是像我要吃的 这么大的还这样像我要吃的 你丢不丢鸟脸呢 你说你都多大了 还这样像我要吃的 可以给他捞羊羊 但是他好像不让你抓他 你看 这样给他捞羊羊就可以 这样就不配合 这样就不配合 还想让我给他捞 你看 这样 他把脖子伸着就是想让我给他捞羊羊 再给你捞一会儿 好胖啊 对 翅膀下面肉肉都肚的 看 全部都是肉 好了 自己去玩吧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